现在我来介绍的是罗毕达法则的另外一种题型 叫做无限大减无限大题型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0分之1 各位同学看一下 0分之1我们心中就要想的它是无限大 这边Nature Log Log 1就是0 它也是无限大 那么无限大减无限大 这叫做不定型 这个答案任何答案都可以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整理 然后再利用罗毕达来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相减的 我们就用通分的方式 把它变成了一个算式 然后有分子有分母 来 我们通分 这两个相乘 那么这边就会变成了 Nature Log Lnx减掉x减1那就是x加1了 现在变成了标准的楼上跟楼下 我们把它带进去 试带一下看看 这个1带进去 这是0 0就不要看了 这边带1进去 负1加1上面是0 下面 1带进去这是0 这是1 0乘上1还是0 好 现在不定型 不定型怎么做呢 罗毕达 这边的话呢我们就要各自为分 上面为分 Nature Log的为分是x分之一 这边为分是减掉1 1的为分没了 再看下面 下面是相乘的 这个步很重要 这个地方就要考验各位同学的耐心 有的同学看到底下是相乘的 就放弃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坚持到底 就把它算出来 相乘的为分是怎么为 前面为 后面照抄 加上前面照抄 后面为分 看到这个算式 会不会让人觉得说 就不想算了 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放弃 因为我们就快要成功了 来 继续写下去 怎么做呢 我整理一下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x分之一 这样看起来蛮复杂的 我们就通通乘上一个x好了 这边上面乘上一个x 这边就是1减掉x 下面这个是x乘上lnx 这边是乘上x 后面就干净的剩下x减1 现在把1带进去 我们试一下 我们发现 上面是0 底下呢 也是0 这边是 这个是0 这个是1减1也是0 所以我们继续使用罗币打 我们看看 上面终于我们为分了之后 上面是-1了 终于已经没有变数了 底下我们就再继续为分 这边也是前面为后面部为 加前面部为后面为 前面为是1 后面部为是lnx 再加上前面部为x 后面为分x分之1 再加上1 来把它带进去 1带进去 我们终于可以得到答案 上面是-1 底下呢 1带进去 这个0不要看了 这边1带进去 发现是1加1 所以这边是2 我们就终于利用了 罗币打的反复的使用 得出了这个极限 叫做-的二分之一